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类似的2TB选项传闻在iPhone14和iPhone15系列发布前也曾出现 但最终并未成真 不过 这次的2TB传闻还是有一些新的支撑因素的 从爆料来看 iPhone16系列有着中多新功能的升级 尤其相机这款 直接将超广角镜头升级到4800万像素 搭配F2.2光圈 支持4800万像素的ProRAW摄影 另外还将引入JPEG XL的新图像格式 这无疑也会导致更大的图片文件大小 且还支持1秒120帧的速度 拍摄3K的杜比世界视频的能力 也将生成更大的文件 这些都将使得照片或视频的质量更高 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 而iPhone16 Pro系列又是专业版机型 有着大量的摄影赖号者 短视频等创作者拥护群体 经常用iPhone16 Pro进行拍照摄影 需要更多的内容存储 显然1TB是无法满足其需求的 根据这些信息点 苹果有理由推出2TB版本的iPhone16 Pro Max 而iPhone16 Pro的存储也将直接从256GB内存起步 RTB的超大存储虽然还是个不确定性的信息 但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但坏消息是 此前又爆料成苹果为了降低成本 打算把硬盘从当前的TLC换成QLC NAND闪存 什么是TLC和QLC 简单来说 这俩都是NAND闪存 不同之处在于 QLC的信息存储密度更大 好处是同体积下能够实现更大储存容量 而且成本更低 坏处是 虽然存储密度大了 但QLC再度写速度和耐用性上有所降低 换句话说 更大的储存空间是用设备的性能和寿命换的 而且 从苹果这把硬盘的当金子卖的骚操作来看 RTB iPhone16 Pro售价恐怕的1799美元起步了 那么 你觉得RTB的超大内存 对得起这个价格吗 比起内存 更关心颜值的小伙伴 尤其是对今年的新配色古同色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先通过下面这段影片 提前欠赏一下 敬意 迪拜知名消费电子产品零售商Sharif DG 发布了一段视频 预告了古同色版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机型 Sharif DG分享了一段14秒的宣传视频 从一杯咖啡延伸 展示了古同色的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相机单元 暗示这两款期间会引入全新的微距功能 通过并交拍式到更丰富的细节 苹果公司自iPhone13 Pro和iPhone13 Pro Max开始 通过超广角镜头拍摄微距照片 而今年的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 也有望进一步改善微距拍摄效果 怎么样 大家对古同色iPhone16 Pro心动吗 随着iPhone16系列的发布临近 关于下一代的新机的爆料也已经接踵而至了 供应链分析时过名机最新的报告 相述了iPhone17 Pro Max将独占的新功能 这一切的背后 当然是因为AI技术的加持 使得2025年推出的Pro Max机型拥有更强的性能 换句话说 明年四款iPhone17之间等级森严的情况越来越明显了 首先 郭明基预测 2025年的iPhone17 Pro Max将配备12GB的内存 这相较于iPhone15 Pro Pro Max的8GB内存有了显著提升 不过吗 据郭明基称 除了Pro Max之外 剩余三款依旧保持8GB内存不变 更多的多任务处理能力 意味着更多的热量产生 为此 郭明基认为苹果将为iPhone引入VC均热板散热 并将与石墨散热片技术协同工作 实现更好的散热效果 这标志着苹果在解决手机散热问题上迈出重要一步 对此 不少网友直呼破天荒 苹果居然对散热了 既了解 石墨烯是一种结好的散热器材料 因为它的导热性是同了10倍 其引入将显著提升iPhone的散热效率 有效应对高性能处理期待来的热量挑战 当然 新的散热系统尽在iPhone17 Pro Max上使用 另外 有个新消息是 美国专利商标局 近期正式授予苹果公司一项关于利用洛伦自力驱动磁性活塞 来循环冷却液的液冷系统的发明专利 根据专利描述 该液冷系统包括一个含有冷却液的管道 在某些事例中 该系统还包含磁性活塞 一个或多个电磁线圈和电源 通过电磁线圈和电源产生了磁场 磁性活塞可以移动 从而使冷却液在管道中循环 达到散热的效果 苹果在专利中强调 对于贴身使用的电子设备 如移动设备和可穿戴设备 传统的风扇冷却方式往往会带来噪音和震动 影响用户体验 而这套液冷系统不仅能够提供足够的冷却效果 还具有尺寸小 功率低的特点 完全符合这些设备的需求 苹果表示 这项发明适用于其当前的所有设备 包括iPhone iPad iPad Apple Watch Mac 头戴式设备 投影仪 游戏控制台 外部存储设备 服务器 以及尚未上市的未来设备 可以预见的是 能够手批大载质套液冷散热系统的iPhone 必然以仅限Pro Max机型 至于为什么只有Pro Max型号牙膏几包 而不是整个系列 因为Pro Max有其独特的优势 内部空间更大 且其高昂的价格允许苹果尝试更前沿的技术 然后才能下放到更多型号中 郭明基表示 Pro Max型号占新iPhone销售的比例几乎达到了五分之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么对你来说 RTB的超大内存和解决发热问题 哪个是更需要的呢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